杰老师 你演讲会那一档 三天两个灯了 正常啊 不是请大家都先买好了 看节目 欢迎到上面来到股市最前线 就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去世掌握未来 华冠头顾高明张高老师 杰老师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特别大老师 David高明张 今天来到8月17号 星期四了 不好意思 二长天了 要掌停了 我的老天儿啊 其实我刚进这个摄影棚的时候啊 我就想说 哎呀 人家8%了怎么还不掌停 果然 就是需要平化 在平化的加持 对不对 发功 威 胁迫之下 威逼利诱 没有人家说威隐之下 没有威隐啊 我是尹威 哦 尹威 我故意不讲这个词 没有威逼利诱 威逼利诱 恭喜朋友们 那个就演讲会那一档了 再度亮灯涨停 三天两个灯 再度亮灯三天是 礼拜二涨停嘛 今天礼拜四涨停嘛 已经两个灯了哦 你看 朋友们 David星期一给全国所有观众听众 说好朋友们的八个字 那八个字是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来公开一下啦 直接的公开咯 非常简单 很好用的 演点一概 好 那八个字叫做 唯有AI 不会BI 就简单耶 所以我买什么 就AI啊 我从礼拜五 礼拜一 一路买到现在 狂买耶 我前面有卖啊 所以关系朋友们 那分享的八个字 我们轻松转涨停 那今天那一档 那一档 演讲会 特别给你们的那一档 三天两个灯了 也不公开哦 我为什么要公开 不公开 你为什么说 掌停板就要公开 哎呦不急啦 不急啦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你跟上 好的好的 所以演一下这一句 都还没上完哦 干嘛问那么多呢 我不想讲 我要帮大家来问 好啦好朋友们 那今天刚好是 一个特别的活动 给收到好朋友们 是的 我们来推一个888 是 掌停一条龙 因为几乎天天 都有掌停板 是啊 那从金兔年呢 一路让各位 赚到金龙年 让大家一路发发发 是的 喜欢赚掌停的 欢迎你跟上 从金兔年 一路赚到了金龙年 其实我今天买的 大概那一档 大概也很厉害 这一档 我今天从买一档 这一档就它 就它 它有一阵子没来了 有一阵子没 所以它曾经来过 它是很彪的股票 它是很彪 但是这一波有修正哦 这一波大部分的股票 都有修正哦 那是因为老师卖了 我卖了 我就到回来再减的 我没 过什么奇怪的事 其实后面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你想想哦 David给你那八个字之后 这礼拜一 今天涨停的那一档 就是我在讲座里面 讲的那一档 是 是85 哇 那涨停板今天 那今天是100多了 100出头快了耶 快20块了哦 哇 那随随避免 10张也20万了耶 就看各位 有没有按照David的规划去买 哇哇哇哇 我都讲很清楚啊 唯有AI 不会BI 当然你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听众 你是我们线上讲座的好朋友们 你一定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老师那这一档哪有AI啊 是 今天吗 今天涨停那一档啊 今天涨停 没有AI 那为什么会 它有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你一定找新闻找不到啊 郑老师AI啊 找不到 绝对找不到 不是这张图啦 我知道 还没有秀出来 是哦 它跟AI没有关系 那买它的 不是 我说它跟AI有关系 是新闻没有 新闻没有 新闻 大家会觉得老师 你不是说要买AI吗 我先跟全国会员朋友讲 我讲买的都不是AI的哦 但是有一些人是你不知道的 对 有一些人根本猜不到它有 市场都没有说的 当然没有说啊 有说就不会说 有说了就 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 拿过去了 对嘛 你看看 你认识的AI股票 就是广大为创这一块的吗 对对对对 但我买的是 我们音乐党啊 那是你知道的 但不是我买的 所以这档股票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它有 另外一档要涨停了 其实我来看看 我要创历史新高的 不好意思啊 天呐我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送你星期五卖的啊 我们那天买一百七嘛 今天两百多了啊 弯腰捡便宜 趁着这一波 好了 恭喜后朋友们 今天可能又不止一档掌停哦 那记得哦 888 掌停一条龙 金兔年 我们的金兔 马尼兔系列 已经赚到翻天 恩根掌停 我也懒得数了 太累了 请大家从现在 此时此刻开始 跟金脚步 我们一路赚到金龙年 而且要把握 每年从第四季开始 到隔年第一季 超好赚的 现在的掌停 现在第三季嘛 对呀 现在的掌停 这礼拜全国好朋友们 你手中的掌停 只是暖身而已 只是在暖身哦 于伯伯的而已哦 我是跟你讲真的 那真的只是暖身而已 天呐 至于为什么 没关系 我们多赚几根掌停 再解释给大家听了 多赚几根掌停 帮大家来暖身一下 掌停了 好 恭喜我朋友们 另外又有一支掌停了 又有一支股票掌停满哦 来来来来来 今天两个灯 对 昨天也两个灯 前天一个灯 这搞不好还会更多 你看 暖身阶段这个数字 掌停的数字会越来越多 晚来少赚到力竞在得心瓜 什么什么 二三叉叉 哎 这股票量很大耶 量很大 有量有价 我的股票都是中有量有价的哦 太小只我不做哦 老师今天掌停满随随便便 你十张也有好几个十耶 亮灯掌停板 所以不要再等咯 不要再等咯 让你轻松跟上 Dev老师一路大赚到明年金龙年 而且一路要发发发 赚钱让你一条龙 过年牌桌上也让你一条龙 恭喜我们朋友们这个二三叉叉 名字有点长的一个 恭喜大家亮股 亮灯掌停板 战斗不乱新高 有 阿讯 好的好的好的 那会不会再来一次我看一下 我今天买了搞不好快掌停了 因为我今天买了 早上那一支长到9% 丢回来 其实我先跟大家讲 这是好事哦 Dev今天早上买那一支 因为我今天9点15分就买了嘛 那一档今天没有掌停是对的 今天没有掌停是对的 因为它后面又创新高 所以光是那个涨 今天我买了点到它创新高 起码会超过100块 哇 应该不止100吧 这个空干 就丁耶 因为它比较稍微高价一点点 但也没有到太高价 所以也就是说 天数不用多 如果价钱就够了 买一张 爽爽赞 不要羡慕我们的会员好朋友 你也可以 Dev8个字都给大家了 我星期就给你了 那天台北股市跌1100点 是的 而且你看台北股市今天才稍微发动而已 是的 加权指数根本就是躺着的 真的 我们的股票要么涨停 要么再创波段新高 甚至于要准备历史新高 诶 死不死翻 死翻啦 这个还不喜欢 你也没股票可以做的 坦白讲 Dev8的股票长这样 你再不喜欢你没人做 真的耶 所以不要再等了 赚钱不能等了 标股也不等你 就这活动 888 掌停 一条龙 一条龙啊 赚钱一条龙 我们的服务也一条龙 给你的获利也一条龙 让你一路大赚 从金兔年 赚到金龙年 从现在 你要把它整段赚完 一定要 一路让你发发发 赚宝赚满 赚到盆满钵满 来888 掌停 一条龙 来电做把握了 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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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也不会推啊 很明显啊 错过以后也不会来推啊 我已经想说 这一路 你后面股票 我问大家啦 如果你今天手上股票 已经三天哪个等了 对 你现在想的是什么 早知道礼拜一听 David多买一点 就是嘛 早知道八个字拿到之后呢 我就直接 直接 跟上啊 直接跟上啊 不要说all in 买10兆也好 好 对不对 你实账已经差 19 20万了 真的耶 85块的股票 买不买得起 买得起 现在一百零几的 你有兴趣吗 可以哦 老师我 下一档 我再想想 你有没有新的 老师我比较喜欢你新的 我有新的 我今天买的那一档 是新的啊 那一档新的 我节目上很少讲啊 真的 我 真的没有 你很少听我讲这一档 我很少听老师讲这一档 但是他后面会很厉害啊 后面会很猛哦 他应该不雅于 前谷王 不雅于前谷王 我讲的前谷王是哪一支 你应该知道吗 现在两千块那一支吗 三六六一那一支吗 好好好 OK 剩下交给你的 好的没问题 来888 让你掌停一条龙后 错过不再哦 让你一路轻松大赚 从京都年 一路跟着 老师大赚到京龙年 来赚钱一条龙 不要再等了 你也对新瓜 晚来少赚到你 真的一对新瓜 来点做把握 光鞋 来给大家打电话咯 好的 说到这个 来全国朋友们 我先讲个有趣的故事 给大家听 好哦 就在今天这场股票 掌停前的两个小时 是 因为我们刚掌停嘛 今天三天两个灯那一支 三天两个灯 好 有一个会员问我说 老师 那我 要卖了吗 已经赚一段要卖吗 他又在问了 对 好可爱 来来来来 这是真实故事 他今早问我的 那天 今天早上11点问我的 10点半 11点 我回他一句 我跟他说 张医生 你觉得 等一下掌停 会不会比较好 他说 我说那你就不要看了 等一下会掌停 你看吗 这是掌停的 你看吧 真的哦 真实故事哦 然后那个 我们两个的 之间聊的东西 你下次要跟老师说 叶老师 赶快进录音室 不是啦 我没那么早进 然后那么早进来看嘛 对哦 他很早就打电话 我今天问好几次哦 不要急 全国所有观众 和朋友们 跟着David做股票 放松心情 你不用看板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的股票 搞不好是整个市场上最稳的 是的 我连股价打跌停的时候 我都不担心那种人 对啊 不是因为跌停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是 你可以先卖 回来再买 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只有7月31号 谁叫你卖股票的 也就我而已啊 David老师 谁跟你说创历史新高 打问号的 也是我啊 跌了1100点之后 这礼拜一告诉你 唯有AI不会BI 是啊八个字 叫你买好买满 有 叫你勇敢减便宜 有的 跟你讲说会轻松赚涨 有啦 我那时候讲 听你你胡蓝 对不对 啊今晚呢 老师你是对的 真好 真的哦 我不用对啦 你赚钱就好 好不好 哎回过头来看老师 你这些股票 卖得真漂亮 我们剪得更漂亮 对啊 甚至老师说 哎老师那我没有卖怎么办 你只是少赚而已 没有 我不讲白的 没卖就少赚而已啊 或者说老师我只卖一半 那赚赚价差也好啊 也好也可以啦 我不是打从一开始 我说这1100点 我很开心 是因为让你多赚一趟而已 对 我礼拜一不是讲啊 所以我说给你八个字啊 嗯 我要买什么都给你讲了 有 而且我要跟你讲 其他的没有AI的全部砍掉 因为我给你的八个字是 唯有AI不会BI 嗯 老师那那那那 那问题又来了 老师那你那个三天两个 真的看不出来有AI啊 对啊看不出来耶 呃他明年就会有了 等一下 所以他是把明年的 拿过来心掌 假设啦 假如如果是真的拿到 他明年赚六块 我们十四遍遍 把它弄到一百多很正常嘛 哦 哎这一次剪的是 八字头 85 你看 哎我没有买最低点 弄到一百多了 老师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了 现在一百零几而已 对吧 也快要创新高了 我是跟你说他在暖身 哦 暖身 当然啦 我不介意大家觉得哦 赚了三天两个东西想卖啦 如果你明天想卖也可以啦 我真的不介意 反正我会下一档 老师你直接回答 明天即将要打电话来问老师的 没有他今天就想问 他拎我好天啊 一早上就想卖了 明天又打电话来问 对 我已经跟他讲了 如果真的很急的话 我们明天可以卖一趟 那后天不要打来哦 因为后天没开盘 我不在大东西 礼拜内我去吃 吃那个马煮淡菜的 大餐 什么大餐 吃吃淡菜而已 什么大餐 那是大 淡菜算大餐吗 那是九月初啦 对不起 明天又不九月 你时间点 我想到老师讲 不是 那一家也不算大餐啊 可是看起来很特别 吃个烤串而已 哪算大餐 烤串 对啊 OKOK的 我之前不是拍过 台北有另外一家 是做那个 鸡肉可以生鸡的 给我之前拍电话 因为后来还有一家 就在万豪那边 我想说改天去试一下 但我应该把万豪的餐厅都吃遍了 真的 差不多了 来来来 吃大餐算什么 标谷帮你买单啊 不是嘛 那个 那个只是 跟朋友闲聊而已 重点是 你要按照David这个tempo 你不要看到台北有点一千一百点 哎呦 心惊惊 高超环 真的 何必的 你看David节目这么多年了 你看这个礼拜一 我的心情是什么 我想暗送在心里 你知道吗 对啊 讲应该不是暗送 因为我笑得很清楚 很明显啊 你一定看不懂 我礼拜在开心什么 真的 你想想说 这个老师怪怪的哦 头颗有病吗 点一千一百点 那么开心 我不是跟你说 唯有AI 不会BI 我叫你赶快买 用力买 只要没AI的东西 给我砍掉了 换掉了 我不会讲很清楚 有的 啊今天咧 原来三天两个灯是这样的 是这么来的 原来天天都有掌停板是这样来的 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也没什么感觉 我还讲我每天掌停我都不会有感觉 哎呦呦 我只是觉得 都好 其实我的心情都是这样 这刚好而已啊 没有掌停刚刚还被老师碎念 没有创新刚刚还被老师碎念 等一下哦 等一下我先讲哦 现在还有一档 还要几档没掌停 你们给我注意一点 你看 真的是很糟糕 这个随间年的功力 涨8%而已还不涨停 训弊 如果昨天买的那一支 哦昨天买不是今天买 哦8%了8%了 现在8.1了 你看 再不涨停了 推才打屁股 马上念马上就涨了 你看看继续念念力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们不能主持Live的节目 我是不太敢啦 因为我怕我一讲股票涨停 我都是都你 我没有 我们只有是DelayLive 我们三点才开播的哦 那都收拌收得很久的哦 不要说股票有拉的哦 没这个事情哦 我是先买好了哦 我没有拉哦 我都先买好了 买完股票上来 应该是吧 不是不是我问你 我礼拜一买85块 他也没涨啊 他收盘就85块附近而已啊 今天现在一百零几啦 所以不是我拉的啊 我只是先买好了 你看哦 当你在卖股票的时候 谁把股票接走了 观众朋友 是你 朋友们 是你 掌停满的 也是你 好啦 888难得Dev推优惠 推完会懒得再推了 888掌停一条龙 从现在此时此刻 从金融金兔年 一路赚到金融年 是的 而且把这一整段 嗯 最好赚的 是 一口气把它包下来 好呢 所以 别跟我说老师 我只赚个一两根掌停就好 那你这个 也太含蓄了吧 真的耶 我都觉得赚个两根掌停 三个掌停也都 破破捅通 然后有的时候要 其实你知道 贪心一点 是贪心 而是你明明 我觉得投资本 常常会不够 说哎呦 不懂得说 把股票抱 抱远一点 或者说 哎这不够贪婪 那些措辞都不对 真正归根 究的原因是什么 你本来就不知道 它会找到哪里啊 对啊 没错 就像你看 老师你为什么创意 一口就要说 你买400就像我们说 八到一千的 是啊 我去年10月27号 买400块的创意 我就已经跟贪婪讲 我要抱到一千以上 我还跟他讲说 看到一千人还算保守 应该会喷到两千吗 有 就算没有AI内断 他也喷到一千三以上 对 对不对 没错 行不行 就是你回头想想 为什么David给你的股票会飙 你一开始的格局就大嘛 对 当然了 我也不反对说老师 那个有些朋友 喜欢做短线 来回做的 OK 可以接受 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老师我觉得 涨太多涨停了 厌倦了 看了就讨厌 可以卖 那你卖的时候 问我一下好不好 拜托 尤其是我们 DIP的朋友们 你手上那么多张 要卖的时候 跟我讲一声 好不好 虽然这问题 我才知道 你卖的价格好不好 对 如果那天 卖完了 你有跟我讲 我才有办法说 你资金有回来了 对 我才知道你有钱买新的 对 不然你没说我才知道 对 要让老师知道 对 你要让我知道 对 对 不要怕说 老师赚钱要付钱 应该合理吧 合理 那就好了 是是是 卉费真的都是小钱 拜托 谁在看那个啦 真的啊 你看今天 今天涨停的那一档 快要创新高的那一档 他们让那从85到现在 其实他没有很厉害 因为今天涨停的另外一档 从170别200多了 你看 我不过就是上个 上个礼拜五吧 没有比较 没有商量 还有更标的 涨个15 20块的 边一个涨了340块的 也没太厉害啊 对啊 如果那个涨了340块 我们买10张又有340万哦 朋友啊 朋友们 我们这一档哦 从170 现在喷到200多这个 这个已经是波段新高 搞不好历史新高 它应该是历史新高 看一下来月线 偷描一下 老人家记忆力没那么好 没办法记几十年前的 还没还没 250 之前250哦 那你搞不好会过哦 我们来拼拼看会不会过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时间拉长一点 绝对有可能 所以嘛 我在演讲会场 讲的那个问号 历史新高那个问号 为什么给你打问号 因为它不会一次来 对 它会分段 但它后面应该会来 它会分段慢慢来 所以你今天 今天16500嘛 是啊 那我不要多嘛 到18000就会1500点 到18600就至少要2000点 万一喷到19000就要2500点 嗯哼 欸观众朋友 全国我们比方就好了 加群是没涨 对啊没有涨 你的股票在创波段新高 在涨停板 是啊在涨停板 涨不停 你有没有发现 按照David的方法 你永远都赢在起跑点 有的 盘还在鬼混哦 还在水昆胸 是给那些 讲盘的大事去讲的 David不需要讲大法 我只需要股票涨 那些人会越来越聪明 但你会越来越有钱 那就对了 学起来了 我今天看到个新闻才好玩 要讲那个八卦 不是 不是那个群创那个八卦 你看你自己讲出来了 对不起 群创那个我昨天就知道了 新闻还没说 就已经知道了 我刚刚 干嘛啦 皮股一个 你说身材很好 皮股老头看这种奇怪的 我要讲另外一件事 你知道之前那个大卖空的那个 原版版型人物吗 就Michael Berry吗 如何 据刷第二季 在放空美股 所以新闻标题 想说美股应该中错 这件事有很大的bug 很大的bug 是你十几年都不起来吗 好 如果有看过Michael Berry的 操作的朋友 当然他的方法 他总有一天会是对的 也许啦 因为他已经错好几年了 我要讲的是 2007年 他空美股 他其实在卖空 他是做 他就设计一个商品 就是堵美股跌 是 那一件事 他其实一开始是被嘎了一年多 哇 但最后他对了 大转 狂转猛转 but 还是那句话 本多终胜 对 他能够被嘎一年多 真的也不简单 好啦 我们不要多啦 嘎他一年就好了 从现在此时此刻 不要太过分啦 我们从第三季 嘎到明年第二季就好了 就是嘛 这样应该可以啦 我们的野心真的没有很大 从第三季到明年第一季 大概嘎到一年就可以了啦 来创意去年 你有跟着赚那好朋友们 今年不要错过咯 今年要继续赚下去咯 没有没有 我们今年没有要创创意 我没有创创意 你为什么拿创意来的例子 不然讲这一句怪 就是那个赚钱的timing点 创意还好而已吧 不过从400找到2000而已 那很厉害好不好 只有一档股票 从400中 标到2000耶 我每次跟你们讲说 你要报100% 你都不认真报 都乱卖 真的要听从老师的行为 听不进去也就算了 反正你有赚到就好了 来这种赚钱的tempo 对哦 那个资金够的朋友们 咬股票要要紧一点 好 咬紧一点 888抢停一条楼 如果觉得老师 那我资金不够多 我做一两百万 那你要有更紧一点 对啊 因为你一开始就比它少了 对没错 所以你要赚更狠一点 所以不要说不可能哦 资金是慢慢累积上来的哦 好啦改天再跟大家讲那种 很神人的故事 很神人吗 我觉得超厉害的 真的吗 对 鸡小纯多鸡沙纯塔 你觉得 你觉得 品化你觉得 如果你一开始 只有一两百万 对 你有可能变一一两亿 五亿十亿吗 我是跟你讲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时间 而且不用很久 不用很久 而且是只有做股票哦 我是做什么开杠杆都没有 没有哦都没有 所以别说你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 真的 只有你要不要而已 是的 好888 长停一条龙 没有不可能 只有你要不要的问题哦 只有你愿不愿意赚完问题嘛 对啊要不要愿不愿意啊 为什么礼拜一跟你讲八个字 是 我也有AI 嗯 不会BI 不会BI 新闻都说AI大跌啊 是啊 AI不好 我不是一直证明给你看的 AI其实跌比较少 对 没错 还长比较多 还有人在低阶 是啊 就我啦 对 对 就我赚的 你看多少市场当中 AI在回落的时候 在休坠的时候 哎呦 AI泡沫咯 AI结束咯 差点麻烦了 然后那个 那个谁的歌就泡沫 就一直出来 一直播一直播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好好玩哦 我觉得网友们真的有点有才 很有才 来来来 来近期呢 AI又火了 哦 AI好棒哦 还好啦还好啦 还好 我们就低调啦 慢慢站起来 才刚开始 已经好几个灯了 老师 手上都是 这只是刚开始 都开心暖身哦 都还来得及哦 没有没有 当然啦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真的觉得 有些股票涨多了 你想卖 我们当然可以让你先会了解 这没问题 但是你要记得 卖完了准备好 我们要买新的 你不要错过一个 大波段的机会 没错 嗯 好从今年 现在很足惜哦 第三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来一定要把握哦 其实非常好赚 开心赚 好 888涨停一条龙 金兔年一路让你转到金龙年一路 发发发 好刚刚老师提到一个重点 好我们第二段来讲 你有哪个重点 群创的是吗 不是 我群创我私底下来问 哈哈哈 听说 你到底叫我讲这个 我不要讲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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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要独享啊 不是 因为今天就有人丢过来 我是想说 这些人都看错重点 很多人都在看那个什么 三四五六这种 对对对对 它的重点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好 好 我私底下来 我就没有去的 好 这个就我个人 独乐乐不如 不行 我们自己知道叫 独乐乐还是独乐乐 有一些八卦自己知道叫 对对对对 好来第二段咯 欢迎您吃 回到股市最前线的 节目电话播通的 没888 掌停一条龙 刚刚老师提到一个 我觉得蛮振奋人心的事 很多人说老师 我的资金真的不多 100万 150万 200万 这不是问题啊 老师可是我的起步 比人家晚这么多咯 全国头都听着好朋友们 我去年10月27号 带你买创业的时候 是400 400 400凌几 我跟所有会人讲 我说直接我们做到1000以上 为什么有人没报纸 你100万是不是 直接变200多 对耶 你需要很久吗 不需要 创业碰到2000 你卖1000就好 很难吗 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乱看新闻 大摩出报告 对不对 对 你少赚的去跟大摩要 都是你 那世新咧 对 还有我再讲一次80倍2000吗 老师你就让大家 所以我才跟你说 我少赚很多 少赚很多耶 80耶 对啊 每次看看 每次经过世新的时候 都在看着他笑一下 这样子 哎呀 真的是 少赚了 少赚了 放心 那边还有新的 还有新的啦 让你盆满钵嘛 所以真的不要想说 自己比别人已经 起步晚了 我要讲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 起步太晚 我最近看了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我觉得很好玩 巴菲特 华伦巴菲特 古神嘛 大家都知道 对啊 古神哦 最近发表一个言论 我觉得很有意思 非常令人玩耳 你可以听听 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 他当年啊 65年前 因为他你知道 巴菲特不太喜欢投资房地产的 对 他都是股票而已 嗯 他当年买的老宅啊 已经过了65年了 哇哦 然后呢 那个价值从 6万 嗯 美金 现在是144 是 哦 但巴菲特讲了一句 哎 我不该买房子的 我应该要租的 因为我用租的赚更多 哇哦 事实证明什么 股票比房地产好赚 好赚太多了 很多 因为买房子 好啦 我不说 反正大家喜欢买房 那买房子 那是很好的投资 因为 稳定 因为老人家都说 有土私有财 没有 他是有土不是有房啊 你们都听说要买土地啊 哦 可是土地又被买光了 不好意思 土地 都被买光了 台湾那几大 前面几大家族 不知道土地都买光了 买股票啦 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这一代 只剩股票给你买了 我们只剩股票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哦 买股票 不然你问嘛 那个林家的买多少土地 林玲玲他们家啊 不好说 对不对 不好说 前面的前几大家族 每一个人手上 起码都几万坪耶 不好说 对 对 你所有有价值的 你看得到的 嗯 早就买了他 所以嘛 来 土地真的不太过了 那我们只剩股票 如果你要从 100变500变1000的 不好意思 你买房子可能有点慢 对 股票 所以为什么David给你股票 所有人都知道 我不太买小股票 嗯哼 不到一万张的我都不想理他 不到五千张的才 哎 人家看都不想看 哎 太小了 真的 这样赚起来不稳 嗯 股价哦 股票会飙不意外 很多股票都会飙 嗯 但是我让所有人都一样 你今天跟着David操作 不管是1000万一亿 还是更多 还是老师我只有100 是 你有没有发现我给你标的 都是好尽好出的 对 不请好尽好处 还会飙 嗯哼 哎 那才厉害嘛 嗯 就像很多人说 老师那台积电什么时候会长 哎 不好意思哦 还没聊到他 我昨天讲过了 老师昨天就讲了 台积电不要这么快 台积电慢慢来 不要那么早来 慢慢来反而让你 你不要听完节目说 老师那我们台积电好了 然后一个月照老师 台积电没长 对啊 我们没有叫你买台积电哦 我不是讲了 要慢慢来吗 慢慢来 你要先买别的啊 对啊 是不是 台积电在大赏太狂飙的时候 然后你的股票其实是不会涨的 不太会涨的 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样啊 实际上今天台北股市 明明早上指数跌100点 是啊 然后现在指数翻红之后 你有发现David的股票都涨停了 对啊 全部涨停了 可是明明加拿团指数 这一波跌了1000点 没错 今天16500啦 是啊 然后7月34号17400多 明明还差了快1000点 足足差了还快1000点 不对老师那你股票怎么涨新高 对嘛 股票涨新高涨不停 投资朋友讲这个观念 你为什么不能借由回档1000点的过程 好好检视你的股票 嗯 如果在这样的过程 你股票可以大涨 可以涨停 可以创新高 这种股票肯定是好股票 肯定是标股嘛 所有的投资分析大师都会讲说 哎呀 股价会说话 是 我们不就是演练给你看了吗 嗯 不是直接教现场教学给你看 对呀 你要买这种股票啊 至于我买哪些股票就不讲了啦 你们就跟上吧 老师那 刚刚提到了三天 三天两个灯喔 两灯的那一档股票啊 人家都以为他没有AI 他有啊 其实演讲会里面老师就已经把他的 前世今生吗 对前世今生 未来都已经告诉他讲了 对不对 哎呀 我昨天涨停电场 今天也快涨停了 他急了耶 哎呦 真的是过分啦 又创新高的啦 怎么真的猛呢 请看吧 所以我昨天讲嘛 星期二一个灯 昨天两个灯 那今天要三个啊 对哦 快点谁再来补一个灯口 他妈是他妈对不对 对 今天又快要 一百出头那一只 对 又快要涨停 又快要 他应该快要创历史高了吧 好像是 是不是 都看一下 好都看一下 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再等了 标谷不等人 对哦 他如果涨停创历史新高呢 是不是 对啊 哎呀 哦 不跌了 欢迎朋友们 我们账户会有点过分 太过分 明明台北股提一千点了 给自己掌声了 恭喜大家 看一眼 这个太过分了一点 但我喜欢 盘财刚回神而已耶 对我们就好多涨停了 已经好多跟涨停买了 所以嘛 用涨停买写日记 也不是太稀奇的事啊 买容易的啊 就像写声一样 相当的写 就 每天客户问我说 老师要不要卖 我说不要急啊 等一下会涨停啊 老师涨停啊 来那要不要卖 都涨停了明天吧 好不好 别那么可爱啦 那明天他你再问我一次 一定会问 好 哎 老师说 你明天一定会 你明天不要打电话 搞不好明天突然 突发奇想想卖 哎 有可能哦 就像我上 7月31号 突然把艾普卖掉 把他叫你把股票卖掉一样啊 就是快嘛 不是快 是有卖压啦 是创意跌停忘了 哦 是啦 7月31号 叫你股票卖掉的理由 只有一个 就开盘创意跌停了 就是开盘 对没错 所以 我说他那个是 一定会有影响力 没错 让大家去获利老街一趟 然后你记得 卖了回来再剪 不知道该买什么 一定要更好 如果觉得 不嫌涨停多的朋友 就跟紧一点 谁嫌涨停多 有 真的假的 有 因为就是有人手痒 不小心卖掉 来 跟紧脚步咯 指令你要更好哦 一定要看清楚 老师给你什么样子的指令 跟紧更好 跟满 跟着 Dev老师 金兔年一路赚到金龙年 再次提醒好朋友们 如果说你真的资金不多 起步绝对比较晚 也不打紧 只要你愿意改变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资金也不多啊 真的啊 我看过好几个 后来大咖的一开始钱也不多啊 是不是 就是一两百而已啊 一两百 两百到四百 四百转到八百 不要觉得翻倍很难哦 我先讲 真的不要觉得翻倍很难 一档对的股票就可以了 一个是股票的对 但我股票通常都很对了 是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你的操作的心态 对没错 操作心态也要对 为什么Dev对股票张挺 跌停 我都可以等闲市集 真的 为什么 因为该做价差我有做 有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知道 他那个沙法的 比方说 更加跌停 用意是什么 对 你在玩什么把戏 对啊 那你看得懂的 你当然觉得这没什么 理所当然 好了不多说 888 掌停一条 这个活动呢 把握机会 让我们从金兔年 直接赚到金融年 一路发发 一路发发发 让你一路赚到盆满 投看一下掌停的美啊 很珍惜 从第四 第三季开始 从第三季到 赚到年底了 年底再赚到明年 哇哇哇 躺着赚 一路赚 一路发发发 发发发 888 发发发 掌停一条龙 来电做把握 轻松跟上脚步 节目中呢 再次感谢David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 谢谢评估 谢谢全国好朋友们 888 掌停一条龙 欢迎你跟上脚步 YD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欢迎你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